好 我順便去洗一下 洗個瓶子 控一下火 洗個瓶子 OK好 我們的水滾了 稍微控一下火 不用這麼大 好差不多這樣 然後我們一樣 攪25秒 攪25秒 好準備下粉了 好先下粉 下這次攪拌呢是 我們不是繞圈圈的方式 是用前後剝粉的方式 但是一樣呢我們每一下呢都要讓 咖啡粉吃到水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喔其實我的動作還是蠻大的 好25秒了 這時候稍微 讓水面平靜以後 關火 好 它的香氣表真會跟 旋轉的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兩個都可以煮出很好喝的菜喔 OK 好 所以剛剛第一次攪拌呢我們是用 這樣子 轉圈圈的方式 第二次是用這樣子 撥撥撥撥撥 兩個方式不太一樣 但是兩個方式只要你能夠 徹底的讓 你的咖啡粉都有吃到水 其實兩個方式都是很好的方式 很好的方式 攪拌方式是否因豆的品種而已 我沒有 特別 我覺得兩個方式對我來說的意義是一樣的 我的目的就是讓我的水 咖啡粉能夠百分之百的 全部吃到水裡面 而且 它能夠 大量的釋放出它的風味跟油脂 我不用旋轉的收尾 這種方法就不用旋轉 就是只要 只要撥進去 我的旋轉的目的也是為了讓粉吃到水 所以我不會覺得一定要旋轉或不旋轉 它並不會影響 不直接影響你的風味 對對我來說 所以 我的目的性就是讓咖啡粉在 這個 攪拌25秒的過程之中 能夠大量的 把風味一次釋放出來 這樣就好了 這樣了解齁 所以實際上 兩個腳法 我都會用 那兩個也沒有說 沒有 特別哪個好哪個不好 兩個都不錯 兩個都可以讓你的風味 能夠徹底的攪拌出來就可以了 OK 好 好